秀人鄉公所每年4到6月份會安排公所科室主管前往各個村舉辦與鄉長有約的基層座談會 了解地方需求 而受疫情的影響呢現在暫緩兩個月了 鄉長王美貴表示說 疫情現在有慢慢降溫的趨勢 加上地方有很多地方需要建設 鄉公所即將在6月底和7月初 要每個星期安排各村舉辦基層座談會 來聽取地方的心聲 秀人鄉公所每年的春天到夏天之際 也就是4月份到6月份 巡回各村來辦理與鄉長有約基層座談會 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 暫緩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了 秀人鄉公所也在秀人鄉民代表會定期大會當中說明 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 原定有許多建設還是要持續進行 不過地方的基層座談會還是要持續進行 公所也預定安排在定期大會之後 也就是6月底到7月初來辦理 那針對我們每一年初我們辦理的鄉長有約 我想這次大家都知道因為疫情的關係延後 但是我們認為有非常多的政策等疫情舒緩 我們預計會在6月底7月之間我們會繼續辦理 以部落為主以小型的模式來進行鄉長有約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為了讓我們的服務不打揚 也讓我們的鄉民有窗口能夠去說明他的需求 或是提出他的建議 我想還是不能停止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想我們還是會以部落為主 以部落為主 以部落為主 大吉村長 蔥幹市 以及相關重要首長 與其關係到工程 社會福利 以及相關的殯葬業務 可能會有5個科室會隨同到每一個部落去聽起福利 新聞下長我們會表示 明年辦理與鄉民有約成效可以說是相當的好 帶領著公所同仁們前往各村來聽取民意 把村民最迫切的需求以列入專案來辦理 尤其各村的地方建設需求可以說是相當的重要 可以加會部落的建設 同時也美化部落的風景 由於電極大會即將在月中結束 公所也積極安排時間來辦理與鄉長有約祝堂會 也希望村民們能夠提出對地方的建設 給公所同仁們共同來營造部落美好新城市 記得喜歡休閒報導